如果你认为这一次是政策做多 那政策做多应该最先受惠的 会是权重比较大的公司 那说真的如果真的买到三十几块 尤其38块的 老实说我觉得要解套要很久 很久很久 脑袋决定口袋 口袋决定自由 嗨大家好我是楚狂人 欢迎收看财富狂奔 中国人行祭出一系列的财经刺激的措施 激励陆股强势上涨 那你手上有陆股的ETF吗 还是你仍然紧紧抱着手上的高股息ETF呢 今天节目很荣幸邀请到资深分析师陈威良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排股中多档陆股的ETF大受青睐 那陆股这一波的涨势究竟可以维持多久 那以往大受投资人喜爱的高股息ETF 出现了配息缩水的现象 还要继续存下去吗 欢迎今天来宾资深分析师威良老师 哈喽主持人好大家好 老师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来聊一下陆股这件事情 那中国人民银行他有寄出一系列的财经的刺激措施嘛 然后就陆股的前阵子就是非常疯狂的啪啪啪往上涨 然后后来呢又啪啪啪往下跌 很多投资人就是原本他可能是存别的东西 他突然发现说这个东西好像涨得比较快 他就全部跑跑过去抢这个陆股的ETF 对 零丁887最近最最风风火火最热门的ETF 那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反正就是这个是最最热点的ETF 那想要问你的是说 就是这一档你接下来你会怎么看这一档股 这一档ETF 好那其实呢因为陆股沉积了好多年了 对 所以呢大家呢基本上手上也都没有什么部位了 嗯所以一旦呢政策做多 然后行情呢汉地拔充喷出以后 当然这些所谓的陆股ETF 不论是圆形杠杆型的 嗯其实真的像九汉冯甘林啦 那蛮多其实都在短时间之内 涨幅超过四成五成甚至翻倍 那其中就跟楚宽刚刚讲到最妖最狂的就是00887 真的这一档大家看这个所谓的K线图就知道 过去几年呢你根本不会想多理他 根本都没有动也没有量也没有价 结果呢就在10月7号那一天 是历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天 因为他那一天呢创了大概至少有五大纪录 大概我们再来提 那基本上那一天呢就冲高到38块以上 单日就翻倍创下他的历史新天价 可是呢在经过了四个交易日以后 他就创下了历史新低价 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档ETF 即便是以前的小型个股或者腰股 怎么可能在四天内你从历史最高变历史最低 所以这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先看一下 刚才讲就是他在10月7号的时候 创了五大纪录 第一个就是一天涨幅就116% 所以呢以前都以为说 ETF可能是比较稳健的投资 或者慢慢涨 结果一天就翻倍 那但这么翻倍是真的合理吗 其实不是 因为陆股本身是有涨跌幅限制 但是呢我们这些挂牌的陆股 ETF是没有涨跌幅限制的 那尤其呢 呃其实10月7号的时候 陆股还没呢结束他的长假 还没开盘 所以这变成说有点像摸黑关灯交易 就随着呢我们本身台股这个市场当中的 不管是资金站筹码站 其实就是主力怎么去做拉台了 那所以呢让他的所谓的市价大幅度的冲高以后 可净值还是停留在9月30号嘛 那因为市价高过于净值就形成了溢价 那溢价率223% 我觉得这个数字真的是不可思议 因为我们认为如果溢价2%以上 其实基本上我觉得都嫌贵了 这是两倍耶 那再来就是呢 当然很多人就觉得他被高估了 所以就想去放空他 觉得他会收敛这价差 逻辑上没错 但实务上呢 主力的资金跟筹码更雄厚的时候 就偏偏就拉上去要搁空 所以卷支比很高 ETF也很少看到卷支比这么高的 真的 那再来就是呢 变成是当冲盛行 当冲率也有来到68% 那最后一点 就是说他本身就是一个算是 规模相对是比较迷你的ETF 他的市值规模只有4.6亿 可是他一天成交金额就20亿元 所以大家可以看这周转的情况 真的是匪夷所思啊 所以我觉得当然 这个经验其实也是希望让所有投资人 永远记住这个教训 因为发生的已经无法的重来了 那说真的 如果真的买到三十几块 尤其38块的 嗯 老实说 我觉得要解套要很久很久很久 我是不敢讲说 可能此生无望啊 但是真的要很久 那但无论如何 以后就是说 买任何ETF 首先第一个真的要去看一看他的市价跟禁止之间 目前到底溢价多少 那另外的话 尽量选择就是可能规模比较大 那成交率也比较大 然后呢 发行商他的造势 Marketmaker他做的比较好的一些标的 我觉得这一档可能大家想说可以一页致富的那种观念 就感觉好像把他当可能选择权啦 或者是把他当比特币在玩的那种感觉 是有人一天就当充赚了两三百万是有听到 对啊 可是这个是幸存者偏差嘛 是是 那大部分人其实都是被割的 韭菜 对 那除了刚刚提到这个00887以外 台股还有其他的多档入股ETF 那近期呢 也表现得很活泼 那个成交量都有持续上来 然后那想要请教老师说 现在还可以进场去布局这种ETF吗 好 那就顺着我们刚才的想法来谈哦 那入股ETF其实 标率确实还没有那么多 我大概原型加杠杆型的 其实哈不拉当20几档 可是呢 你看名称的时候会真的有点乌煞煞 真的 分不出来都很像 对就是追踪的指数都不太一样 这其实对于习惯在台股征战的投资朋友来讲 会比较容易混淆 因为我们其实台股通常就是讲一个 加权指数贵白指数 那入股来讲的话呢 因为他有不同的交易所 光是上海深圳 还有北京 那如果你在加上香港 然后呢 还有不同的板块等等哦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呢 大家要先去弄清楚哦 你所追踪的 这个ETF 它背后它联动的到底是什么指数 如果你认为这一次是政策做多 那政策做多应该最先受惠的 会是权重比较大的公司 然后慢慢的呢才会开始扩及到呢 产业当中其他的中型跟小型公司 应该是这样一个想法 那所以如果是看这个ETF的名称来讲的话 比如说呢 A50 那你去跟比如说像护生300 那比起来大家就知道 A50一定是权重最大50大 那护生300就会扩及到可能比较范围再多一点的中大型300家公司 那你再看其他还有一些名称 甚至已经到中正500 那投资标的又更分散了嘛 那甚至有的就直接告诉你了 它就是呢深正中小 那就是小型股 那还有一些就是像刚才讲到的那个00887 它就是针对的是比较特定产业科技的50大 对所以要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不是 这个ETF的投资策略跟你需求的是一致的 那再来第二件事情就是还是老化重提的 刚才讲真的锁定了标的以后 那其实要去看一下就是目前它的溢价状况 我们这个是统计截至到9月底 那时候就是路股要封关修市的时候 那其实相关的净值 那到现在来讲的话呢 其实净值变化不大 可是呢市价部分波动很大 所以要慢慢的收链回到接近净值 我认为就是至少要压回到呢 溢价率在2%以下才值得出手 那第三个值得一提的是 既然是跟很多路股相关的指数去做联动的话 其实大家难免买ETF会觉得说可以参考技术分析 但我建议不要说针对呢 这些盘面当中ETF去画它的线图 你应该是找出它的指数 针对指数就本尊的本身去做它的技术面的判断 那这样会比较客观 这一次路股上涨的 它的基本面或者说政策面的一些影响 它主要关键是什么 好那其实呢以这一次9月24号 中国呢突如其来的政策大力度来讲 其实抽丝剥茧之后归纳成三管齐下 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在拼经济当中呢 它是用调降存款准备金率两码的方式 那一般来说这样子的宽松货币政策 它是比较属于间接式的 然后也就是说比较呢不像是采用西医下蒙药急救 而是比较像是中医它在调理身体 但是这个效果怎么样 我们待会来看 那另外一个部分 当然大家知道现在中国的烂尾楼的问题 其实是相当严重的 所以它有旧房市 这刚好跟台湾的压房市形成一个对比 他们是把这个房贷率调降 而且呢释出更多的贷款陈述 那第三个就是稳定股市 那这个部分也是呢 哎鼓励大家可以等于是用直接的方式 再去滚大它的杠杆 然后再做投资 那一般我们讲到经济跟股市的关系 通常的逻辑会认为 经济如果复苏成长好转的话 会带动股市也是欣欣向荣的多头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中国 也许是它的经济的痛点蛮多 而且都是很难解的问题 像房市烂尾楼啦 或者说像这个线路通缩 这些问题很难解 那会不会它有一个比较大胆另类想法就是呢 我反其道而行 因为呢拉股票最快 那立刻就是呢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那如果呢 股民都进入到股市 然后赚到钱的话 自然也会发挥所谓的财富效应 大家可能呢 房子就比较敢买了 大家呢也更愿意出门消费了 那企业的机会变多了 也更愿意投入到整个实体经济的投资 或许是有这样一个比较正向想法 当然市场也有另外一种传闻没有证实 是说呢这一次的做多 根本就是呢也是中国官方要割韭菜 养套杀 对那因为地方政府呢 先前也都投入蛮多资金 股票部位套住 这一次呢 短短几天拉上来之后 哇很多地方政府还有企业大股东 也是呢这个揪团出股票 对那当然我们无法证实 那大家就看你比较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只是呢我们客观来讲 问身边所有呢 如果现在还有在关注入股 或者买ETF生活是很多人还是 其实有定期定额 通常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 入股都跌那么久跌那么深了 不然还能跌到哪去 这个想法呢好像没有错了 因为呢从2020年那时候疫情的低点以来 全球的股市如果不是已经创历史新高 那也是在创新高的路上 那唯独我们看的就是呢 沪深300呢只涨了11.95% 那上证指数只涨了23.48% 那相对来说哦 我们台股的部分是涨156% 那MSCI的印度指数涨了将近196% 那美国呢 涨最多的就是废半 涨了285.7% 所以这些市场呢 那当然就涨多了哦 但是呢 最吊诡的地方是在于哦 涨多了市场 难免评价就变贵了嘛 变高了 从本益比角度来说 印度现在呢是最高的 来到29倍以上 那美国呢 也有来到26.8倍 可问题是哦 现在啊捧着钱 在等着印度跟美国股市 有拉回到一个可能相对便宜的位置说 大家还是很想买 主要就是呢 因为企业获利不断的成长 所以他是有很充足的底气 但是呢 反观哦 中国股市呢 原本本益比大概13.5倍 但是如果再加上就是9月底 10月初这一波的暴富性上涨的时候 他现在反映的本益比大概要16倍的水准 16倍的话 其实跟日本是比肩差不多的 然后甚至还略高于德国跟英国 所以你说他真的有因为他在低位阶涨幅比较少 所以特别便宜吗 没有 那反倒也有可能是因为企业如果获利一直衰退的话 其实这会变成是恶性循环 越跌倒有可能让本益比越来越贵 因为股价的跌幅 可能会比他企业下滑的速度还要来更快 嗯 我们刚刚讲到现在中国吧 就是人行用力的放水 就是宽松货币政策 那到底能不能呢 改变他现在整个经济问题的结构 我觉得可能有点难 虽然说感觉这次政策用力很猛 可是呢会不会是用错力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 蓝色这条线就是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 那从过去这几年以来 像这个地方是2018 2020 然后2022到现在为止 大家看其实他的存准率 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换句话说他跟美国 经过暴力是升息利率 还要历史高峰 然后开始降息循环 完全截然不同 中国一直以来 他这几年通通都是呢 宽松货币政策 利率原本就在相对的低水位了 所以这时候你再放更多钱出来 好像呢不是根本性的解决问题 因为呢 呃他其实说白话文就不缺钱 而是呢企业不敢投资 民众不想消费 这问题比较严重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所以呢 所谓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跟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这两者之间 其实目前都还是相对低迷 尤其如果我去跟 疫情前的高峰 或疫情前常态的平均值比 其实中国现在的物价指数 都还是非常非常低迷的 所以也难怪大家会担心 他会不会是下一个失落的 日本那样子失落二三十年 嗯 那基本上这个指标 大家就可以看 PPI是比较接近上游 工厂出厂的价格 所以呢这也反映出 如果企业获利要提升的话 PPI减掉CPI 这所谓的剪刀差 他应该是要呢正向的扩张 但是目前都还是在零轴以下 那就表示说企业其实呢 也是陷入到通缩的困顿 所以支出越来越保守 然后赚不到钱 然后民众呢也不想消费 就是一直不断不断的 这样子的恶性循环下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确是沉痛难解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 这个是帮大家做的一个功课 我们这边有去调出来 过去十年 然后有三档的 算是人气比较好的 陆股ETF它的绩效 第一个我们看这个 这个是年化报酬率 你看哦 左边这三行都是陆股的绩效 那最右边是S&P500绩效 你看它的年化报酬率 十年以来从14年到今年 一个是0.62% 一个是2.32% 一个是1.66% 这是年化报酬率哦 然后对比同期的S&P500是13.11% 所以就是长年 如果你暴露股暴很久的 其实完全赚不到甜头 这是第一个点 好第二个我们看这个 这是标准差就是波动率 波动率我们希望是越小越好嘛 要不然它一下子大赚一下大赔 这个不是大家喜欢的模式 所以越小越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陆股这三个呢 都是一个二十几% 二十几%的三十几% 对比同期的S&P500 其实才14% 发现说美股的这十年来 涨上去涨的比较多 而且下跌的那个比例是比较低的 它的波动是比较小的 最后再看一个Max Drawdown Max Drawdown就是最大资金回撤 就是说假设你买的历史高点 那后面会跌多少 那这个是希望越低越好 就你不希望说哇 你买了随便一个点买进去 结果呢不小心你的资金就腰斩了嘛 那我们来看一下陆股这三档 一个是56% 一个是58% 一个是77% 也就是说如果你100万投进去 不小心买在高点的话会怎么样呢 这十年来你可能会赔掉56万 赔掉58万赔掉77万 那如果说你买的是S&P500 你最多只会赔掉23.9万 所以这个数据直接把这十年来的 长期回测数据告诉你 陆股这个市场啊 它的股性没有这么好 就是说以长期投资来说 这十年来没有这么好 你投资其实是赚不到钱 而且有可能会亏很多钱的 那短线呢 短线这种东西就比较一翻两瞪眼啦 就是你要拼输赢的 这个我没有什么意见 那只是呢 我会建议大家你要拼输赢 就好像你去买乐透嘛 你不会想说all in 买乐透嘛 你要拼输赢拼短线的 你就小钱去拼一下 拿个1%或者拿个2%的资金去拼一下就好 就是不要all in 去干这件事情 要不然你就会变成那个887的那个苦主这样子 其实全球资金来讲的话 在全球股市配置 陆股大概常态性是在一成啦 所以建议大家就说真的要买的话 像刚才储矿的建议可能一趴两趴 那无论如何 就算你积极胆大 或对陆股比较熟悉的话 我建议也不要超过一成资金 那我们刚刚陆股讲完了 我们接下来想要来聊一下高股息ETF 这两年多来嘛 然后台湾最夯的就是高股息ETF 然后可是呢高股息ETF 今年发生了一件有点恐怖的事情 就是它的配息缩水了 原本的高配息现在开始没有跟去年 或者是跟年初的时候这么好的情况 这个配息缩水的主因是什么 那之后会比较好吗 还是说这个就这个才叫做常态呢 好那其实高股息的配息 它主要来自于三个部分嘛 第一个呢最正常就是我所持有的 这一篮子标的 不论是上市上会公司 他们所配发的现金股利 那大部分的公司目前还是一年配一次 那第二个呢则是在于 他所持有的成分股 如果呢有卖掉的时候 那有已实现的资本利得可以拿来配 请注意未实现的账面资本利得是不能配的 那大部分的高股息呢 约略是半年会调整一次成分股 那个时候如果也刚好是多头上涨的话 比较会有呢 哎比较可认劣的一次性的资本利得 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后来才有的制度 就是所谓的收益凭准金 好所以从这三个部分呢来拆解就知道 高股息ETF配息为什么开始出现缩水 如果以呢上个月除息的一些标的来看 大家看看呢在9月份的配息金额 跟今年度曾经出现的最高配息来讲 缩水的幅度介于大概呢少折19% 多折甚至到68% 等于是呢配息大幅度的打折了 那这个对于原本如果有 真的现金流需求的投资朋友来说 可能你的规划的计划 就要因此要动态调整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因为呢过去这几个月来台股呢 已经过了七八月的除息高峰了 所以现金股利该领的都领完了 然后呢指数呢又开始顿化 呈现了不上不下的区间波动 所以资本利得呢也不多 况且呢如果没有进行成分股的换股的话 其实呢也没有真的多余的 以实现资本利得可以配 所以前面可能呢就要勉勉强强 非常靠收益批准金来称一下场面 这个称一下面子 对所以有时候我打个比喻来讲啊 如果像这些大部分 因为它都是属于月配期的高股息ETF 那如果你半年或一年才 受孕一次 你怎么有办法每个月生小孩啊 所以道理就在这里 那我们来看一下 而相对来说哦 高股息ETF里面最资深的是0056 嗯成立17年 其次是00878 成立呢大约有5年 那这两党呢 其实他们除了有经历过一定的 多空循环周期之外 那到目前为止哦 他们的配息能力跟填息能力 我觉得真的要说将还是老的辣 大家可以看到哦相对而言它的一个 不管是0056或00878 今年足迹的配息金额 其实都还是在提升当中 而且年化值率也高 那当然不是鼓励大家说 你要把所有其他的高股息都卖 全部都转到这里 到底不是 因为你还是要了解 一开始你投资的规划目标 然后每一档高股息 真正的选股逻辑跟它的策略是什么 不过有时候投资朋友问我们 现在高股息越来越多了 那如果你真的不想看那么多 它的产品说明书到底他在买些什么话 那这时候我也只能化繁为简 跟大家讲一个大原则 就是高股息ETF是心不如旧 对那原因很简单 因为旧的高股息ETF 它早期成立 比方说它如果在1万点以下成立 那放到现在 它账面上有很多的个股 早已不断的实现获利 实现获利 实现获利 那这些累积的资本利得放在账面上 将来就是呢 一旦碰到行情震荡 甚至转空的时候 配息的底气由来 所以呢 新成立的就比较吃亏 今年成立的 去年成立的特别多 但是呢 前面一波大涨之后 如果它的 以实现资本利得等于呢 已经花光了 嗯 那现在哦 真的也是头干梦的烧啊 所以就老的这两档 或者说 比较以前那几档 他起码 他之前涨的这一波 他之前口袋有存钱 对 他现在如果行情不好 他没有再另外赚多的钱了 他起码口袋的钱 还可以拿来配 是 可是新的人就没有这个东西 对 以前不是存股族 其实都是偏好存金融股嘛 觉得啊 第一个他大到不能倒 大到不会倒 或不能倒 对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其实金融也比较稳定嘛 再怎么说 呃 每个国家基本上都逃不 都不无法脱离金融啦 就算你电子很厉害 但是你金融也一定会有的 对 所以大家觉得说 存金融股是很稳的 好结果呢 后来就这两年 发现说金融 有我在猜可能是那个 就是被美债害到 很多金融股 他不是手上很多美债 结果他搞得他不能配息吗 所以他们就通通跑去 去存高股CETF了 那结果那现在高股CETF 好像也不太行了 所以我想要问老师是说 那到底如果说我先要存股 我应该存金融股呢 还是应该存高股CETF呢 好我们先做最坏打算 就是说投资呢 你要注意他的风险跟抗跌性嘛 那金融股的股价是不是真的很稳 真的很抗跌呢 我们用历史数据来说话 其实呢历年来的股灾跟泡沫 金融股通常都脱不了关系 甚至他都是主角 因为大家看嘛 08年的时候是因为呢 投资银行雷曼破产 然后引发后续一连串的金融海啸 对金融嘛 那再来呢2011年 美国债务碰到上限的问题 然后还被调降性贫 这个也是跟金融业有关 2015年人民币的汇改 再加上欧租五国的债务危机 所以你会发现大部分的时候呢 其实股灾都是跟金融体系 产生很直接的冲击 那我们从股价的层面来看 像刚刚提到08年那一次 百年余余的金融海啸 那当时的金融股指数是跌了65% 大盘跌57% 金融股跌的比较重 然后呢2011年的时候呢 金融股跌35% 大盘跌28% 又是金融股跌的重 2015年的时候呢 金融股跌33% 大盘跌28% 然后金融股呢 又跌的比大盘重 好所以呢 多数的时候 其实金融股的下跌幅度 都比大盘深 那如果再加入一个 可供比较的高股息 那我们前面提到 因为历史比较久的 只有呢 2007年成立的0056 所以来做比较 大家也可以发现 其实呢 高股息也呈现比金融股 更好的抗跌性 所以 如果我们把几个面向 綜合 剖开来看一看 来个超级比一比的话 高股息ETF 普遍现在的殖利率 大概都拉到平均10% 有的更高 不过未来呢 它逐步应该是要趋向于 去回到 它追踪指数 大概都在6%上下 往这个目标去收敛 但是无论如何还是比起呢 金融股通常大概就是4%5% 算高的 有些还更低一点 对 所以我觉得股息直率 确实高股息是 比较占有优势的 那第二个部分呢 很重要的是要提醒大家去看 年化报酬率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你除了看股息之外 一定要把价差这个概念加上去 因为你放久了 你总是要注意哦 如果呢 哎这个配息越多 没有填息的话 哎 其实价格会跌下去的 这反而是一直侵蚀掉你的本金 那高股息来讲的话呢 这边我们引用的是0056 成立以来的年化报酬率是8.32% 那金融股的部分就要看个别14家金控 有的高有的低 那但大致上来说 如果是拉长到20年的一个区间来看 其实多数也是输给高股息的 那再来就是投资组合的风险性 当然高股息他买的毕竟是一篮子股票 而且会去定期钛换成分股 所以风险是比较低的 那金融股呢 后面有政府撑腰啦 当然大到不会倒 风险不会说真的很高 但是也是偏向 大概也是有中等的风险 因为他是个股嘛 个股对 那你说那我买很多高 是金融股呢 问题是他们的相关性很高 所以也没有达到分散的作用 那最后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 在空投市场的时候 谁比较抗跌 其实也是高股息 所以综合来比较之后 我觉得其实高股息的确占有一定的优势 只是呢会建议大家 如果你已经存金融股了 那也不是说要你现在的半路放弃 而是呢我们了解他的特质 那你去善用这个特点 金融股其实他更像是景气循环股的特色 因为长期来讲 他不会一直涨到天上去 那也不会一直跌到地下市 就是一个大区间 毕竟金融股的营运跟股价 一定跟利率有关 那利率就是跟景气有关嘛 然后再去影响到股债市的表现 所以我认为啊 如果比如说你也存了100张 那就不要说眼睛闭起来 然后永远不理他 只记得去领股息这样子 其实应该是说 每隔可能几年 他毕竟有一个大循环 波动周期的时候 冯高你可以呢 拿出1 1 2 3的张数 去做调节 那等到他跌下来了 落底了再把它接回 那如果你觉得这么做 没有把握 你可以再把这个 所谓价差的操作部位 再降低也没关系 但是可以试着用呢 这种波动的特质 用他的价差来弥补 殖利率稍微偏低的劣势 老师那我想问 金融股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金融股 我们知道他有些是 主要是银行获利 对 有些是受险 对 那有些是可能是其他的 相关的嘛 所以因为你刚讲的利率的部分 那这个可能 他是每一个 金融股的都适用吗 我刚讲第三个是 证券的 对 那因为他利率可能主要是 跟银行的这个比较有关 那其他的 例如说证券 这可能跟他就关系不大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判断 呃 其实这真的是一个 大灾问 那因为基本上呢 如果以金控来讲 就大家要去 可能公开资讯观测站 或法书会的简报内容里面 先弄清楚这家公司 他到底受险银行证券 对于整体获利的贡献比重 哪一块是他的主体 嗯 然后再来来讲的话呢 其实呃 像以降息的阶段 今年来看呢 哦 受险的股价表现都特别好 原因就在于呢 哦 因为预防性降息的时候 股债双涨 嗯 所以说受险他是投资大户嘛 那这一块他的 这个投资收益就明显的水涨船高 股价也就最亮眼 那反而银行的部分呢 稍微有点被压抑 那银行是这样 一开始如果降息的时候 他会 还没有什么明显反应 然后再降下去的时候呢 哦 其实他的所谓利差就开始收窄了 就代表他的利润会变少 嗯 但是如果再继续再降更多 降更久之后呢 那因为大家这样想 就是现在如果资金很便宜了 借钱需求能变多了 那银行乘坐的量就变更大了 薄利多销 薄利多销 对所以他的业绩又会开始变好 所以真的不同阶段影响不一样 那证券来讲的话呢 呃其实基本上 经济业务 当然就看股市是不是够热弱成交量 那当然不要忘记 股市越弱的时候通常呢 像融资跟这个值押也会呢 这个业务欣心向荣 那这个部分其他也还是会跟利率 产生一定的联动关系 所以其实很难说 就是直接看一个东西来决定 对还是要深入去研究这样 是是那有没有呃 例如说刚刚有分三个嘛 一个是银行一个是售险一个是证券 有没有哪一家或两家 他是可能好几个他都有沾到变 有时候再怎么动 他基本上他都赚多赔少的 嗯呃我觉得如果以现在呃 他在金控14家里面想要找标的的话 呃我觉得其实像元大金应该是一个 他已经是今日之星了 但是我觉得他以后未来呢可能会是未来巨星 对那因为其实就是在于他的证券业务 越做越大 嗯而且因为他是国内ETF龙头嘛 那ETF其实这个呃所带来的收益比较恒常性 哦因为只要规模一直养大的话 其实那管理费是源源不绝的 那再加上善用善用他的银行的通路 其实现在他在售险这一块呢 也因为低基期而有不错的成长空间 那未来当然再加上如果银行有机会 假如他能够开箱辟土的话 我觉得整体他的獲利水准已经拉上了 可是市值还没有充分的反应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一档是一直我还蛮关注的金控股 好那最后有一个网友提问 他说啊 目前我把本金大概100万左右 他是放在00929跟00945B 他的投资比例呢是8比2 当初是因为看到00945B的年化殖利率 预估是有7%多 后来因为配出来的数字比预估的还要高 再加上009299月份的配息是0.16 他缩了25% 那今年的殖利率已经低于6%了 所以他就在想说是不是要把00929出清 转放全部都是压到00945B 会比较更稳定可以领席呢 我刚刚讲到投资朋友提问的这个角度 是针对殖利率比较 那这个也是我们要特别特别再次提醒的 就很多人呢 不管是买高股息ETF或债券型ETF 其实都只关注在他的配息金额跟殖利率 事实上一定要把席值还原之后 再加上价差的总报酬率来做比较才会客观 那我们这边来看哦 这个就是还原的日线图 上面呢是00929 下面是00945B 所以如果你跟呢 945B他成立以来的一个时间做基准来做比较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929到目前为止 其实他是呈现下跌的负报酬 那反而945B从成立到现在 他是呈现了正报酬 所以在一样的一个时间轴的基础之下 其实呢945B他的除了殖利率高之外 然后呢他的所谓的总报酬率也相对比较好 但难道929就不好吗 其实不是不要忘记几个月以前 他也曾经是呢年化十几%的殖利率 只是配息开始缩水了 那未来945B的配息 难道都不会调整或缩水吗 其实谁也没办法保证 所以呢我们实际上回归到 其实投资不是呢非黑几百二折一的问题 而是在于呢你的投资需求是什么 那你有没有呢做好适合自己的资产配置比例 那大家常听到嘛 基本上黄金比例就是呢 五六再四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方向的时候呢 或许呢你就把华尔街 曾经回测实验的百年的数据 股票占六成 债券占四成的比例 拿来做一个配置的参考 那大家也可以依照自己的投资经验 年龄去做一些微调 但我们看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降息启动了 所以呢如果以这个 各种类型的债券来做比较 其实如果是在呢 全年度降息一码到三码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微幅降息阶段的时候 投资报酬率最好的会是非投资等级债 其次则是投资等级债 那表现不好的反而是美国公债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相对来说 像这一次的预防性降息 那联准会也表态不会是积极性的降息 那将来美国经济保持稳定的韧性 不进入衰退 这个概率绝对是非常高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市场比较能够接受风险 所以不会呢一窝蜂的去涌入到美国公债 那相对来说就比较有利于投资等级债 尤其是非投资等级债的表现 那反过来讲如果说以后如果真的变成是说 联准会的利率政策偏向更为鸽派 降息的幅度会更大化 那那个时候呢再来逐步去加码美国公债 所以现阶段我觉得就是把股债做好配置 那债券的部分呢 其实也可以适度的分散 不需要单压一种债券 好今天谢谢威良老师来分享他的操作心得 你看完觉得有收获 记得要按赞并且订阅起来 每周四和六的晚上八点 我们准时在YouTube频道的财富狂奔节目和你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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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